这是精灵点兵的珍贵影像 开国上将徐世游清零现场 经万名解放军合枪实弹整装待发 用杀气腾腾的表现震受海外 1981年7月31日 市民自发的来到南京古楼广场 想亲眼见证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在徐世游将军的带领下 南京部队的司令员和领导来到了主席台 此时恰逢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54周年 但是按照新中国的传统 只有逢武逢十才会举行阅兵仪式 那么当时为何会在这个时间节点 在南京举行如此盛大的阅兵仪式呢 因为当时外部环境极为恶劣 我国刚在对约自卫反击战中痛揍了白眼狼 北方的超级大国又沉冰边境对我国造成威胁 所以才会在南京举行如此声势浩大的海陆空三军演习 随着开国中将聂丰志一声令下 精灵阅兵正式开始 人民子弟兵的声音响彻南京 也一句简单的为人民服务 表达了军人对祖国的忠诚 向整个世界展示人民解放军的英姿 在这次军演中 共有9000余名解放军参与其中 分为54个方队 包含陆海空三军 除了军人的队伍之外 无数南京人民自发来到这里 感受解放军的威武霸气 表达求威 威武霸气 回变式开始 加油 呼叫 起码 走 获齐方队手 请八一军旗贴着正部 仰手向前 这面军旗鲜红的颜色 是无数仙力 在战场上流血牺牲换来的 代表中国军人 以往无前保驾卫国的 勇气和决心 接下来授阅的是 南京陆军学校组成的方队 他们决心将青春奉献 给我们伟大的祖国和人民 这些年轻人的口号 响赤还语 他们的撒爽英姿 让敌人胆寒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 是南京部队的女兵防队 古有木兰替护从军 竟有女兵巾帼不让须眉 他们一人穿上军装 把自己的青春 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 现在走来的是 海军指战员方队 他们在凌冽的海风中 守卫祖国的领海安全 用钢枪赶走入侵的虎豹豺狼 这是空军指战员方队 他们翱翔在蓝天 任何胆敢侵犯我国领空的敌人 都逃不过他们的火眼金鸡 这是临分旅组成的方队 他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 屡见齐功 攻击殲灭敌人八万余人 为新中国的解放立下了汉马功劳 如此壮观的场面 南京人民肯定不能错过 他们趴在树上站在阳台 为了能看到宏伟的阅兵仪式 想尽了各种办法 他们的掌声就没有停过 就是因为这些人民子弟兵 我们才拥有了如此宝贵的和平 现在看到的是炮兵方队 战士们手握钢枪 肩扛大炮 迎面走来的是通信工程学院 外语学院和第一地面炮校的成员 他们风华正茂是祖国的希望 每人心中只有一个诉求 那就是将青春奉献给祖国振兴中华 这是江苏省军区的方队 走在最前方的是江苏省军区副司令员刘奎基 他的身上有16处伤疤 9次在战场上身负重伤 他曾说过一句话 只要我还活着 就要跟敌人拼到底 作为享誉全军战斗英雄 他曾代表全军阴谋 向毛主席敬酒 对一个军人来讲 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耀 这是防华兵和通讯兵组成的方队 他们是现代化战争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随后出现的是炮兵部队 黑压压的钢铁洪流压迫感十足 如果敌人在战场上遇到他们 唯一需要做的就是赶快拔腿跑路 这是工程兵方队 他们不仅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出生入死 还在救灾强险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是新中国的地对空导弹方队 车上装的是新中国自己研制的导弹 我们曾用这种导弹击落过外国的侦察机 让侵略者再也不敢擅自入侵我国领空 英雄的人民解放军 已经走过了54周年的光辉历程 南京部队陆海空三军广大指战员 永远不会忘记 雨花台下中华优秀儿女的鲜血 不会忘记飞兵渡江 为南京古城新生的鲜猎们 他们将永远同人民一起 时刻准备着提高警惕 保卫祖国 加强战备 保卫四华 保卫祖国 保卫祖国